檢診室清楚拍到後方計程車駕駛 一下子又怒氣匆匆的跑去開前方 力量計程車的後車門 先是朝車內乘客咆哮 下一秒居然整個人鑽進去 動手暴打對方 甚至一度想要把車內女乘客拖下車 立名計程車駕駛趕緊下車勸阻 並協助女子到派出所報案 當事人表示 自己從西區民權路搭乘計程車 要前往太平區辦事情 有預先指定路線 但知名車隊駕駛 卻還是出現繞路的行為 反應後司機還不開心 雙方因此爆發口角 自己也被請下車 怎麼也沒想到 來了力量車 就發現前名駕駛居然緊跟在後 最後在停等紅燈時 對方就來強行開車門 甚至當街施暴 造成頭部臉部紅腫挫傷 對此警方獲報通知雙方盜案 男司機反控對方搭車沒付錢 雙方各職己見 女子驗傷後提出傷害告訴 要透過司法替自己討回公道 quint receptor 雙方現場 雙方 雙方